正面回应金星秀停播原因,收视率高,遭人嫉妒有点扯。 近日,金星公开表示金星秀将停播,引发网友热议。 9月2号,金星在微博回复了网友节目为什么停播的问题,都市金姐的发言可是够劲爆。 金星坦言,节目停播是因为有小人嫉妒向领导举报,后领导为自保就撤掉了节目。 早在8月30号,金星宣布节目停播时就争议颇多。 如今原因公开,网友更是炸了锅。 网友回复,能让领导裁掉高收视节目以求自保,事情不简单啊。 谢谢金姐,到了这个时候能把事情说出来,让大家明白。 现在社会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呀,见不得别人好,自己又没有能耐,永远支持金星秀。 也有网友表示,话说您在番茄待的也够久了,不管怎么说,好去好散就得了。 看着番茄烂调,这样的话说出来还是不妥吧。 网友留言表示,喜欢金姐的中国式乡亲和金星秀,可是为什么这些节目都陆续不播了? 金星则翻牌回答说,就是因为节目做得好,收视率有居高,就遭到小人的嫉妒。 自己没本事吧,就写信给领导,领导为了自保就先把节目撤掉。 到头来,观众没了节目看,眼看着番茄烂调。 关于金星秀停播,马说的节目关键是,在金星没有拿出明确证据是被小人黑掉之前,我们没有必要站在金星一面,相反要保持谁提出谁论证的原则,要求金星拿出实质性的证据,证明自己的节目确实被人黑掉,而且应该拿出确切证据证明具体是谁,其行为方式是否构成金星嘴下的小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